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上一课的这个 Dialog Fragment的这个讲解 那么上一课我们把这个创建 一个Dialog Fragment的这个实例的这个写好了 给了Instance 那OK,我们来写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很特殊的一个方法 也是只有在Dialog Fragment里面才有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这个创建 创建一个Dialog并返回 然后它的这个创建呢 它是根据条件的 根据参数条件的 那个参数条件在哪呢 我已经在创建它的实例 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封进去了 我会给你传一个Int的值 分别代表创建是Arnert Dialog 还是这个Date Dialog 还是Tem这个Dialog 所以你要根据这个值来做 那OK,在这个地方 我们想一下 刚刚我说的这三个 Arnert,Date,还有Tem Dialog 其实都是Dialog的子类 那OK,我在这个地方先生命Dialog的这个对象 对吧 我们先生命它 这个地方我们先写好 那个等于空 然后呢 最后你这个重写这个方法完成了以后 其实就是要返回返回它 好 那么你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这个 现在它当我们在前面Activity里面掉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它创建是哪一种类型的 那哪一种类型的判断 就是这个说了 Dialog Type 这个Type你从哪拿到呢 这个Type等于Get 这儿有个GetArguments 对吧 然后在Get 我们传的是一个Int的值 然后名字叫Dialog Type 你不是就根据这个值来拿吗 对吧 但这个也可以定义成一个 常量写在外面去 这应该保持统一更好一点 但我这个地方就直接写 好 然后呢 Switch Switch我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现在你要求我创建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Dialog的类型给你 对吧 那这个类型匹配 匹配谁呢 这个就要匹配前面 前面这三种情况 OK 那你这个地方就直接用 我们前面写的这个静态的常量来判断 我们不是写三个吗 你分别是他 对吧 这三个 Dialog Type 写好 好 然后就三种情况 好 好 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是Date 这个是Time 然后我们把这个格式化一下 我说OK 这个是要求返回一个anert anert 类型 对吧 这个 这个是Date templation 还有一个这个是templation 三个 那OK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 那这个 我们不是new这个吗 对吧 哪一个呢 new or not Dialog 然后呢 掉这个方法 Builder 就需要一个contents 而要一个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 其实就是 你的fragment所在的activity的上下文 那这个地方 你掉get activity 因为在任何的fragment里面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get activity 这个方法 获得他所 附着的activity的 引用 所以你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去了 对吧 然后再点 对吧 你再点哪个呢 最后这个地方是create 对吧 好 return 这个break先不要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要 要干嘛呢 我们不是创建一个arnet dialog 我们分别还要去设置它的一些东西嘛 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这个set它的icon 设置它的这个 那个dialog上面那个图标 这个 那我们现在这个没有其他图标 我们就用一下那个 islauncher的那个图标 对吧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比如说我们上面不是还有一个title吗 好 这个title 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做 好 那这个gettuck在哪呢 这个gettuck 这个方法 来设置它的这个title 这个gettuck 一会儿在调用的时候会传进来 那怎么呢 怎么调 调的时候传来 一会儿我们在activity里面去看 这个gettuck调用 时候传值 这个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set 我set什么呢 好 这个你还可以去设置一些其他东西 那OK了 我们知道 到那儿的deleg 我们一般会有这个 我们会加上一个确定取消 甚至如果还有一个 还有三个这个按钮的话 你就再加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先取一个这个 好 这个 那这个里面呢 不是我们比如平常的时候 弹出一个东西 让你去做这个 对吧 所以我们点 先点一个确定的这种按钮 这个new 好 我们就把这个写进来 好 OK 然后 好 把这个鼠标放在这儿 我们把这个包导进去 好 就这个 我导进去 这个是确定按钮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这个 如果是还有一个取消的按钮 对吧 一个是positive button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 好 好 Navigate button 就放它 这个我们就写 取消 好 后面还是添加这个 它点了以后的世界 对吧 我们把这个写按去 好 那么如果还有 如果是三个按 还有一个三个按钮的话 比如说你还加一个 你可以加这个nature button 就是不 nature button的话 就代表普通的意思 有很多了 就看你自己个人去定义了吧 好 那么最后完了以后呢 好 这个地方我再调它的create放 好 好 我们写一下 好 我们把格式化一下 OK 那在这里面 就可以当这个dialog弹出来以后 用户去按了那个确定 或者取消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我们现在先打印一下 tourist mxtx 那这个又是需要一个上下文 现在你是在fragment里面 那么它需要一个activity的上下文 你可以前面才说了 可以通过get activity 获得它所附着的activity的引用 那OK 我们把这个写一下 好 这个我们就写 你点击了确定按钮 按钮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是这个 好 这显示的长度 这个tourist 好 OK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 然后下面这个copy一下 这个不是就点击了取消按钮吗 好 取消按钮 OK 那这个创建这个anert 第二个就搞定了 剩下我们就写这两个 那么在写这两个之前 我们关键是看一下我们前面怎么掉 对吧 我们先 把一个一个都写完了 我们再接着写下面 OK 大家想一下 你当你按了以后 你现在 需要干嘛呢 你需要在activity里面去创建 你封装的这个dialog fragment的实例 也就是创建它的对象 那OK 我们再写一下 reco dialog 然后这个 我先声明它 是吧 然后当你在anert的时候 那你这个 好 这个时候去创建它的实例 因为我已经封了一个创建实例的方法写它 并且带了一个指定类型的参数 所以应该去掉这个 而不是不是去new 直接去new reco dialog fragment 所以你这个地方 好 你就要用 好 get instance 类型 类型刚好 就这个类型 对吧 你创建完了 创建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switch走完了以后 下面这两个其实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后面给的类型不一样 当你这个switch走完了以后 好 如果这个你创建的这个对象不等于空 我们现在要求它弹这个dialog的框 你光6它没用 你还要掉一个它的这个方法 哪个方法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看这这么多方法 到底是哪个呢 有一个switch 你要让这个dialog显示 然后它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fragment manager OK 我来我给你fragment manager 第二个tag tag是什么 这个tag就刚好是刚刚我讲到的 不是你要给它一个这个标题进来吗 对吧 是吧 就这个 那OK 我统一的给你一个标题 我这标题叫什么呢 你弹出dialog 你这个叫提示吗 或者叫信息吗 对吧信息 OK 我写这儿 那这样的话 当你这个返回了这个dialog 然后shoot就OK了 你想一下 我们平常如果不是这么疯 我们平常是自己去做这个 你当你builder 然后create了以后 你最后还是会去调 shoot这个方法 对吧 相当于是这个方法只是返回了dialog的对象 然后你通过fragment里面这个shoot的方法把它显示出来 OK 所以这个才会弹出你的结果 那我们先试一下这种情况行不行 好 不是这个 3z 可以运行一下 好 运行器在这 模拟器在这 好 这报错了 好 我们来查一下我们这个什么地方错了 好 OK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应该代码 这个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我创建了这个对象以后 然后这个地方 哦 这个是前面我 那节课写的 我们想用一种传统的方式去把一个fragment加到activity 那这句话就应该不要了 对吧 应该不要了 OK 就这样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程序 我们来再试一下 看我们的这个写法 对不对 好 回到这 OK 这个出现了 现在我们不能点date和time 因为我们都还没写 所以点这个 我们点这个 我们点这个 OK 看 大家看 这个出现了是不是 因为这个信息是我设的 设到这了以后呢 好 就是调用的时候 你这个不是信息 就是它吗 然后这个我放到islauncher 也是这个 机械儿图标 然后OK 我们点一下这个 确定 我们看能不能打印 看 你点击的确定按钮 我们再来一次 取消 OK 那证明我们的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这个是正确的 那OK 有一同学可能会有一点疑惑 就是说你这个 你所谓的这个Dialog Fragment 那它和那种普通的不太一样 那它会不会去调 上次说过一些生命周期里面的一些方法呢 这很简单 你把这个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些方法 我们看它调过没有 对吧 你看这个 unattached 这个还有uncreate 然后现在是没有uncreate view 那OK 我们调一下最后的结束 这个 看那个destroy 还有没有 destroy view 把这有 把这三个方法加上去 加上去很简单 你在这儿自己去打印次 打印次 你这个 好 我们马上定义一下 定义一下一个 这个static finalint string string tg 等于 class 点 get 好 这个可以用短名也可以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通过日志 你来打印一下我们 其实它这个 整个生命周期 这个过程 它走过没有 它是不是 因为是一个特殊的fragment 它这些方法就不掉了吗 对吧 这个 你有疑惑的话 自己去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老师 这个我们不管它 好 下面这个我们把它改一下 uncreate 那相当于现在没有uncreate的view uncreate view它其实现在没有了 那大家多了一个这个方法 来帮我们返回一个dialog 使用 那么这个当这个fragment用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会不会掉这个destroy 就是当我把那个dialog 然后点确定或者以后 这个方法会不会掉 看一下 整个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也写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先后顺序 你这个就是掉的uncreate dialog 其实你这个相当于uncreate的view 相当于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需要先退 好 然后运行 好 我们把下面的这个日子清掉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都清掉 看一下 好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还没有出现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日子已经出来了 这个日子分别掉什么 是不是还是先附着在你的activity上 然后创建这个对象 然后现在是去掉了uncreate的dialog的方法 就有点像uncreate的view 对吧 因为我出现了一个视图嘛 就这个 然后我点一下确定 确定这个消失 你看 undestroy view code 对吧 那这个是生命周期 还是这一方法 相应的方法都走了 这OK 好 那么我们下一课的话 接着把这后面的写完 因为我们还有两个 我们下一课来接着展 我们下个人的编辑 我们下个人的编辑 就是下个人的编辑